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官員和情報人員 日前被爆出與香港學生代表開會商討罷負行動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乃強爆料說 設立於香港中文大學裏的香港美國中心 表面上用教育機構示人 實質是向香港反對派提供抗爭培訓 支持佔中行動等反中亂港的基地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一個叫《香港美國中心》的機構 壟斷了香港8間大學的通識大學教材 《香港文匯報》稱港幣中心去年11月調整了中心主任 從2000年開始擔任主任的下落離職 接任人是猴如佳劉乃強也說猴如佳是美國情報部門老將 及從未有任何學術界之力 猴如佳是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的師傅 夏千福早年在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工作時 曾與他共事 兩人關係密切 猴如佳在夏千福上任後三個月出任港美中心主任 很明顯夏千福是要借助猴如佳貫徹落實美國香港政策 而港美中心最近一個活動 就是鼓動學生示威遊行 羅乃強質疑 猴如佳、夏千福 作出威脅或損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據香港民衛部門公道 著名民主真言帝的象徵上存在一份公民黨英語組 和陳芳安心主導的香港2020年 在9月5日的會議紀錄 這個紀錄顯示出席者之一的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 單可預讀說 華盛頓要求繼續努力發展開動的文化 社會力量、增在民主送路運動 尤其是推動青少年在社會反映適用角色 又說美國堅定支持學生 會保護學生領袖 包括去外流行民居 除此之外 Facebook專頁 《市民香港日前透露》 港理中心今年3月15日 到15日 履行了兩隻一夜的工作坊 名證現象會向大學生作為佔中骨骼 這些手段足以顯示 美國人在香港的實質性干預活動 將大幅增加 甚至佔中會得到美當局的全力協助 今年4月出版的《紫荊雜誌》都有披露 工作坊的參與者 實際上是由一些政黨要人、目製學者 及神秘政治人物港同 教學生如何面對大型示威抗議活動中的 談判場合 同時為香港普選 並定了所謂的不可退的底線和陸場等 美國習慣借非政府組織搞顛覆活動 不少社會人士批評 美國企圖將東歐的顏色革命經驗搬到香港 行為非常危險 劉乃強說 外國勢力公然介入香港正外 未成年的中學生大樓 都是外國勢力的同課 起碼開會的學生領袖們 絕對不是天真無知受了鼓掌 他們是完全知道真普選和佔租等等是什麽回事 原來價錢都不是 只不過是受美國鼓掛去外國留學領居 新大社團聯會理事長陳隆說 美國在香港成立的港美中心 從它的局作性質 給人感覺 美國想出多多的經驗搬到香港 試圖關於香港內部事務 希望市民可以搞清楚其中的真面目 並氣死在空中心 舉例